玩的那個平板時間太多了 時間管理跟責任感這部分 是他目前比較需要去學習的 以菲爾育若兒童心理發展領域十多年的經驗 以及累積了4000多個孩子的教養個案 打造專屬教養小幫手跳養APP 他其實不會是主動的人 對他來講 他可能暫時不覺得對他有什麼困擾的問題 但是可能爸爸媽媽從旁邊來看的話 會覺得他和同學的互動不少 就怕同學會排擠他 這是我們可能做父母會比較擔心的 希望透過一些可能不一樣的方式 讓他拉近跟人相處的關係 透過手機下載APP 寶寶娃們可以診斷出孩子的行為模式 並且去了解孩子 發生這個狀況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教養專家也會給媽媽教養建議 寶寶娃媽去做到目標的設定 每一天去做到執行 就可以看到孩子每天不一樣的景度 他個性上的話其實算比較內向 在非語言社交這部分 還需要可能跟同學多互動 其實他在兩歲前的時候是都不說話的 所以我們淨由接觸到醫生幫他做評估之後 發現他可能會有一些亞斯伯格森的 點心的一個個性的部分 在團體中他會表現出他善意的一面 但是真的他一講話的時候 他還是會覺得跟人家是有距離感的 他可以在旁邊去觀察別人 然後很開心的看他們在玩 在餐廳吃飯或是在外出的時候 沒有辦法拉回他 當下可能會是用平板的方式去吸引他 讓他好好作折 那可能有可能時間久了啦 那他就可能會比較依賴這個部分 我希望如果說這個教養APP使用30天後 是有一些成效的話 那我是要能夠看到凡凡啊 他對於時間管理學業的完成 然後又可以做好家事 自主能力也可以更好的話 那我相信呢 對他未來啦 不管說在人際關係 他就會發自內心 就是會關心別人 開始天囉 我們一起來驗收凡凡的成果吧 你有肉嗎 太好吃了 那我用手放開好了 媽媽使用完30天跳躍APP之後 有沒有覺得小朋友 什麼不一樣的展現呢 她的寫功課其實她是不專心的 對 但使用APP的建議之後呢 就會發現啊 因為她是要讓她聽古典音樂的 一邊學習寫功課 結果沒想到 她寫功課的時候會主動說 媽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聽古典音樂呢 她一邊聽然後一邊寫功課 反而呢 她會有興趣在這個地方 而不覺得無聊 那哥哥他因為就會比較沉溺於平板 所以呢當今天我們覺得時間到了 該不能玩的時候呢 她就會有時候會跟我們有些衝突 爭執 我就會很生氣啊 就會想到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跟她吵架 她也會想跟我吵架 那後來使用跳氧APP之後 發現說 欸 哥哥現在比較能夠配合 整天跳舞挺包起來踢一腳的 因為她現在已經製造 建立自己的一個 自我管理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欸 跟她講的時候 她至少有比較鬆手了 她現在就會比較明白 跟家人陪伴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甚至呢 像妹妹以前都會抱怨說 哥哥都不跟我玩 然後現在 其實妹妹也會覺得 跟哥哥互動的一個情況 她就覺得 欸 現在哥哥有在關心她 然後就會說 哦 真的是我哥哥的那種感覺 可能困擾部分是因為 在時間的執行上 剛剛提到職業婦女的關係 還有爸爸也是在上班嘛 所以我們可能只能利用假日 那或者是說像平常日好不容易 我們提早回來 或是她比較有時間 那頂多只能做室內的運動 可能頂多維持二三十分鐘而已 跳氧的APP它就是有一個目標在 就會覺得說 對 我們在這個時間 然後去看她執行的情況是如何 即使沒時間也想要盡量配合 可能社交這個部分 是因為她個性特質的話 有可能要在時間去做觀察 已經有稍微改善的部分 當然希望持續 然後會覺得說 是不是大概用兩三個月之後 也許再做進一步的測試 會對有孩子更好幫助的一個計畫目標 剛開始我覺得 使用這個跳氧APP的情況下 好像真的有可能 能夠沒有老師的指導 就照著APP上面的指示 然後去做執行嗎 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但是沒想到 可能短短才一個月的一個執行上 那孩子跟我的一個互動 還有他願意接受這樣的一個目標執行 確實辦得到的 而且是有效果的 非常不一樣的感覺